今天RDA杯2020就正式开跑了这场第二级的千四公尺草地赛事 特索罗果然就是抢在前面领放 先领出大概一个马位 然后日式破坏虽然处在外侧一点 但是也抢在前面领放了 跟着守在那一侧绿色彩衣的有玉龙版本 旁边是右保右 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就是老十人 接着一个多马位之后有圣骑士 然后是圣十字在外侧 在内蓝的有麦克雷格 目前垫后的就是维维路 他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大概是有六个马位的 现在在前面抢的一个马位的领放 优势的是日式破坏 跟在他的后面就有特索罗 然后是玉龙版本守在内侧 他的旁边就还有右保右 跟着大概一个多马位之后有老十人在外侧 在内蓝的是麦克雷格 跟着就浅蓝色彩衣的圣骑士 然后还有圣十字 两匹都是要后上的 而目前垫后的还是维维路 在最后支撑的时候 中间上来的就有特索罗 日式破坏已经没什么力了 特索罗现在在斗日式破坏 然后就是右保右 看看圣骑士了 圣骑士这个时候发挥他的强大的后劲了 在后面追还差大概一个马位 看看圣骑士 圣骑士还有右保右 右保右在中间 圣骑士在外侧 圣骑士和右保右 圣骑士和右保右非常的接近 然后就是特索罗跟四号的老十人 再来就是日式破坏 然后有麦克雷格 另外圣十字的表现就很一般 接着就还有玉龙版本 及威威鹿